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08回 杭力一将火月人原神毁去之后 马上呢从他身上搜出了另一个玉匣和那颗金血丸 然后一把火这尸体就化为了乌有 接着呢他将宝物和剑阵一收 动用了一张太医化轻符巧人而走了 以太医化轻符的真灵符为能 就是和韩力同届的存在也很难发现踪影的 故而那些四下搜索的小赤族追兵呢 自然更不可能获出此俘虏的神效 结果韩力就这样啊 数次从头顶飞过的双头鹰和独木舟下 大摇大摆的飘然而过 这些脚赤族追兵 却丝毫呢都没有察觉 至于大头和律夫人 在韩力略意耽搁的时候 也不知道早就顿到了哪儿去了 不过既然需要隐匿身形 他们顿速自然没有办法过快 多半呢还在数百里内的 韩力心中思量着 人呢却丝毫停留之意没有 一边留心着附近的动静 一边向追兵最少的方向飞去 一会儿的功夫之后 韩力已经远离了绿光城数百里之外 肉眼看见的范围之内 再也不见任何一名敌影 他微微的松了一口气 仍然呢不敢撤去太医化轻服 谁知道脚赤族的人 是不是懂得什么特殊的秘术 或拥有什么诡异的宝物 可以将探测范围放大到千里之外的呢 韩力并不知道 这番小心还真没有白费心思 就在他眼见的离绿光城市 越来越远的时候 在绿银巨岛的上空 正有六大黑眼潜伏在空中 其中两个人 赫然是先前在岛上大殿中说话的老者和中年人 其余的四个人 却是高矮胖瘦各异 似乎也是身份非同一般之人 而此刻在六人团团围住的中心处 一个酷似罗盘的金色宝物 正悬浮在虚空当中 缓缓的转动不停 在这宝物中间 则有一个数寸大的箭头 伸缩闪动不定 在盘上则刻着一圈圈的 类似刻度的古怪的花纹 同时呢 有一个金色的符纹 从盘中涌现而出 飘舞不定着 在六个人眼眼不眨的凝望之下 漠然箭头在转动数圈之后 突然一颤 定住不动了 尖头一阵胀缩之下 也一下子停在了 某两个古怪的刻度之间 微微的闪动着 好了 第四个强大存在 也已经锁定了 你们四个两两行动 去给你们说的那两个坐标附近找去 其余两个就交给我二人就行了 从反应的强烈程度来看 他们应该是上族上三界的存在 不过你们找到人之后 尽量先别出手 等我们先解决了其余二人之后 再马上过去和你们会合 记住一点 如果是他们打算毁掉什么东西的话 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 你们四个人再带两头羽胶随行 如此的话就万无一失了 老者将目光的从罗盘上一挪 口中冷冷的吩咐道 是 那四个人急忙一攻身 异口同声的答应道 神色的恭敬至极 既然已经记下了自己的坐标 马上开始行动吧 即使最近的那一个也在数百里之外 中年人呢也在一旁吩咐道 那四个人自然连连点头答应 随后啊就见老者猛然口中一声长笑 顿时下方银色巨岛上 漠然金光一闪 一口气又飞出了十余头金色的羽胶出来 几个闪动之后 就到了六人的头上 飞舞盘旋不定起来 老者的面无表情的单手一挥之下 顿时身旁四道人影 一下子就化为了四道洞光击射出去 那十余头羽胶中的八个 也一下子随着四人飞射而走 原地只留下两只羽胶 老实的待在原地了 一见自己这些手下出手了 老者目光啊 往身前的罗盘上扫了一眼 脸上的突然露出了一丝奇怪的表情 漠然单手一掐绝 冲其打出了一道红光 结果呢 红色法觉一闪即逝的 没入到了罗盘当中 中间的指针竟然再次的转动了起来 但是 磁宝缓缓的转动了两下 指针就指向了某个方位 不动了 这箭头所指的之处 正是寒历逃离的方向 怎么回事 涂熊还是不放心那个方向 中年人目光一闪的问道 不错呀 罗盘对此方向也有反应的 但是反应的却是忽强忽弱 强势似乎是所有方向中反应最大的 弱的时候则丝毫反应都没有 这可实在是有些奇怪呀 老者盯着空中又开始微微闪动的罗盘 有几分狐疑的说道 看来要么是那个人身怀一饱 能影响到了天玄罗盘的感应 要么这个人真的法力不弱 实在某种神通掩盖住了自己的修为 让天玄罗盘也没有办法准确的定位呀 中年人略意沉硬 不太肯定的回答道 也许吧 但是若是前者还罢了 若是后者的话 则不能放过了 我看 这样吧 先派两只羽交去搜查一下那个方位 看看到底是何种情况 等有了结果的时候 你我也已经先处理完其他方向的事情 到时候再跑一趟也不迟的 老者建议道 徒兄此法是老臣之举 我看就这样吧 若是顺利的话 半日的功夫就可解决此地的事情了 中年人黑黑一笑的同意道 显然此位觉得 从一些炼虚级别的手中抢下一些东西 并不是如此太难之事 老者文言点了点头 口中一声利贺之下 剩余的两只金色羽交 在二人头顶略盘旋之后 猛然的扑向了罗盘所指的方向 片刻之后 他们就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下面老者和中年人没再迟疑什么 东光一起也化为了两道惊鸿 破空射出 所过之处却是不同的两个方向 其中一道在机设的途中 突然啊 白光一闪的暗淡了起来 最终呢 变得奇弹无比 若有若无起来 另一道金红在飞出了十余里之后 则砰的一声 一团紫色的云雾爆发而出 将顿光呢 淹没在了其中 过了一会儿 云雾略以翻滚溃散之后 里面竟然空空如也了 唱听网 有时候 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3w.听85.com 一片丘陵上空 一名脸色枯黄 投身一对怪异处须的异族人 骑在一头仿佛壁虎一般的灵兽身上 在离地树丈高的低空处 向前飞行着 此壁虎看似不大 只有丈许来长 底表呢 泛着一层淡黄色的霞光 和下方地面的土色 一般无二的样子 在此霞光掩护之下 从高处看去 一族人和壁虎的行迹啊 隐匿异常 很难用肉眼 察觉到他们的踪迹 一族人 在驱动身下灵兽飞行的同时 自身呢 也时不时的向后张望着 一副心有一惧的样子 此人修为有练稀奇的样子 却不是律夫和大头人中的任何一位 看来当日绿光城中 除了韩律和大头人四人之外 还暗藏着其他高阶存在 他们也不知道 是如何隐瞒过大头人的监视 并没有和其他高阶一族联系 但是话还得说回来 这位倒也精明异常 他在城中的一直隐瞒修为 根本不想和大头等几名同阶存在 混在一起 省得呀 目标太大 引得角赤足的注意 并趁着这陈蒙打开之时 小人的混在了低阶一族当中 逃到了如此之远 现在的一族人呢 离绿光城 足有千余里地之远 按照通常的情况 多半的算是安全了 但是此一族脸色仍旧是阴晴不定着 不知道为什么 从前不久开始啊 他心头隐隐的就有那么一股不安笼罩着 仿佛大祸随时就会临头一班 而他们心魅一族 在雷鸣大陆只是一个小族 但在对一些危险的感应上 具有着外人罕见的天赋神通 故而对此预感 他丝毫也不敢轻视 小心至极的注意着四周的变化 突然他神色一动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双腿一加之下 坐下的庇护灵兽 一下子停止了行动 同时呢 心神感应之下 目露一对鲜红的眼珠 四下打亮个不停 而一族人本身 头上一对触袭 也随着眼珠转动着 扭曲晃动着 忽然 一族一侧虚空中 爆发出了一团白芒出来 里面隐隐的一道人影闪现而出 一抬手 一道冲天的剑气 一展而下 心蒙蒙的剑气要目至极 只是一闪 就到了一族人身前处 一族人一惊啊 若是不提防之下 恐怕还真的只能是束手待毙了 但是幸亏 刚才呢 有所警觉 故人身前突然是黑光一闪 一面黑色小盾诡异的浮现而出 同时呢 提表一声嗡鸣 竟放出了赤黄绿三色的 诡异的护盾出来 而下方的壁虎也猛然的一抖身体 那根齐长的尾巴一晃 就化为了一根黑影横扫而来 同时呢 在一张口 一团绿色的夜球 喷向了白光中的人影 此液体 腥臭异常 让人闻之有啊 此一族不愧为 炼虚级别的存在 竟然在这一瞬间的功夫呢 做出了如此多的反应出来 但是白光中人影更是惊人 所放的金色剑气一闪 就从黑色小盾表面 没入而过 展到了三色光照之上 黑色小盾本身 却无声无息的一分两半 从虚空中直吹而下 一族人面色微微一变 轰的一声啊 金光展到了三色光照上 爆发出了惊人的光芒 随着各色光芒交织在了一起 发出了连绵不绝的爆裂之声 那三色光照 竟然将这金色剑光导住了 不过 那个时候那团液体一闪 击到了白色人影上 同时呢 壁虎般灵兽的尾巴 也一扫而过 但是白影身形微微一晃 身躯啊 竟然仿佛虚幻一般 两种攻击 军刀一闪透过身体而过 落到了空处 这是何种神通 一族人一惊 一边凝神细望对方 一边呢 手里飞快的单手一翻 手中灵光一闪 竟剁出了一张淡颜色的符露 手腕一抖之下 就要祭出的样子 可只有在这个时候 在一族人身后的虚空处 漠然一股清风吹过 随之一道 微弱不见的人影 诡异的随风浮现 这个人影啊 全身呈半透明之状 出现的时候 丝毫一动未带 仿佛鬼魅之体一般 而这个时候 下方的一族 丝毫都没有发现 身后的异样 而是手一扬 手中的符露啊 一下子就化为了 无数的银色雷光 剔头盖脸的射向了对面的大敌 雷鸣之声大破呀 银色雷光爆裂之下 一下子就将白光中的人影 淹没进了其中 此银色雷光 也不知道是何种神通 放出去之后啊 竟然一股炙热之感 一下子充斥了附近的虚空 而后面那道人影啊 一见雷光声势如此之大 近似透明的脸孔上 却反而露出了一丝凝笑 漠然整个人往前一扑 通体化为了一抹绿光射出 不可思议的一幕 接下来就出现了 那层可以抵挡 金色见光的三色光照 面对后面人影所化的绿光 竟然丝毫效果都没有 只见绿光一闪及时之下 洞穿光照而过 接着一晃 没入到了异族人的身体当中 异族人的护体灵光 同样丝毫作用没有的样子 一声凄厉的惨叫 漠然的从异族人的口中发出 异族人一下子从空飞起 但刚毅飞出了十几丈高 就浑身一抽啊 猛然从中跌落而下 他浑身血肉 与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干瘪消失 尚未落地就只有一层薄皮了 轻飘飘的落下 因为一族人的元神都一同消融不见 没有主人的趋势 原本生是竟然非常厉害的雷光 瞬间消失不见 重新现出了那道白光中的人影 结果只见其手中金光一闪 就将那头壁虎斩成了竖节 然后就停在原地一动不动了 一声得意的笑声从薄皮中发出 接着片刻之间的又诡异的膨胀起来 转眼之间就是一个和先前一般不二的异族人 又活生生的出现在原地了 这个异族人呢 抬起双手看了一看 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目光一转之下 突然呢冲白光中的人影一招手 顿时此人影徐徐的走了过来 身上白光一脸 显露出了真容 赫然是那名较赤足的中年人 只是这个时候的他呀 神色木然异常 犹如傲儡一般 这化学离魂大法果然霸道 可惜的是啊 不能将前边所吸精血炼化前 无法再施展此法 否则用此对敌还真是无往而不利啊 一族人看着眼前的中年人 有些可惜的喃喃的说道 随之就跟他手腕一抖 一个橱镯飞射而出 接着呢滴溜溜一转之下 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 纷纷的掉落了下来 他神念 往这些东西上一扫之后 不客气的虚空一撞 整个盒子装的东西啊 全都被射了过来 他开始一一打开 细看了起来 没有多久啊 他脸色有些难看 这堆东西中 虽然有些较为珍惜的东西 但是并没有他所想要寻找的目标 他二话不说 冲锄镯一点 顿时呢 一片青霞席卷而下 将所有的东西都重新的收进了镯子里边 而一族人在略意思量之下 忽然想起了什么事的 急忙双手在身上有些生疏的 一阵摸索 结果呢 除了两张浮路 和几件小巧的东西之外 再无其他的东西了 冷哼了一声 一族人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 两手一掐绝之下 一抹绿光从其天灵盖一飞而出 一个闪动之下 重新的化为了半透明的诡异的人影 而那个一族人呢 仿佛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转眼之间又化为了一层薄皮倒落地上 半透明人影并没有在空中多滞留什么 一个晃动之后 又一个诡异没入中年人身躯中 中年身躯一颤 不由得闭上了双目 同时呢 一丝异样的绿芒在体表流转不停起来 好一会之后 中年人长吐了一口气 再次的睁开了眼睛 只见他原本呆滞僵直的眼睛 竟然再次的变得精神十足 和原先呢 是一般无二的 就在中年人大选神通的时候 在另一方向上 绿夫人化为一团模糊的影子 同样的隐匿身形在地面上 跳跃如飞着 他因为没有办法飞顿的缘故 仍身处绿光城数百里之内 不过绿夫人脸上呢 并未流露出多大的担心之色 对自己一族的隐匿天赋 看来他是颇有信心的 除非是圣族级别的存在 否则普通的狡赤族 根本就没有办法搜查到他的 所以啊 这位墨绿族人自从和韩丽等人分手之后 倒有多半心思在不停思量着 大头人分给他的御匠了 他不停猜测着 这御匠里边的东西到底是何物 竟能换取和他早就垂涎至极的万妙丹 同时心中自然也暗自思量着 若是能打开御匠的话 会不会能得到更大的好处呢 御夫人并没有察觉 在他身后地下中 一团紫茫茫的影子正无声无息的跟着不放 里面一对冰冷的眼珠眨也不眨 在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过了一小会之后 紫色影子似乎观察完毕 猛然身形一扭 化为立根紫线 潜到了御夫人身下 就在这个时候 御夫人移送之下 刚好又一次的双足落地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009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